大家好,这节课我来给大家讲解React生命周期函数的使用场景 那么在讲课之前呢,我先要给大家说一下 React的生命周期函数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建议大家呢,把React的这些生命周期函数记录在一张小的卡片上 每天呢,利用闲暇的时间都要过一遍这些生命周期函数 当你把这些生命周期函数背得特别熟练的时候 React的使用就不会非常的困难了 那我们也简单的复习一下React生命周期函数有哪些 首先,我们说有component will mount vendor,component did mount component will receive props component will update component did update component will unmount 那大家呢,如果掌握的程度跟我的这种熟练度差不多的话 那说明你的生命周期函数记得就非常的不错了 我们说这些生命周期函数 它呢,会在某一个时刻自动的执行 那么,它们到底在我们的开发之中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今天我就举两三个例子带大家来体会一下 打开之前我们写的to-do list 在这里呢,我们对之前写的代码做一些精简 把这些没用的注释以及以前测试的一些代码都把它去掉 我们说component will mount这些生命周期钩子呢 我们也可以暂时的把它删除掉 好,说到这里呢 我要给大家讲一个内容 大家可以看啊 当我把这些生命周期钩子都删除的时候 我保存一下 然后我们打开网页 页面不会报任何的错误 然后呢,我尝试把render函数给它删除掉 因为大家知道,render函数也是一个生命周期钩子 我们保存 这个时候 页面就会报错了 所以呢,这块大家要记得啊 所有的生命周期函数 其实呢,都可以不存在 但是有一个生命周期函数必须得有 这个生命周期函数是谁呢 就是render函数 那它的底层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 或者说这样的效果呢 原因就在于 我们的这个组件是 继承字component这个组件的 react的component这个组件里面 它默认内置了 其他所有的这种生命周期函数 唯独没有内置render函数的默认实现 所以对于我们组件来说 我们的render函数是必须要自己来定义的 你不定义它 那么你的程序就会报错 这一点呢,大家简单的做个了解就可以了 我们继续往下 做一些 代码上的经典 candle input change这块都可以干掉 然后呢 我们把这块也干掉 要操作到我们这块的内容 保存 当然呢,render函数里面会有这个ref 我也把它去掉 再往下 我们看一看 好了,to do list该删的内容 我们都删了 再到to do item里面 console 干掉 这个test呢,是我们做测试的一个东西 我们也把它去掉 这块呢,不要test了 那么副组件呢,你也不要传这个test了 我们看 这块to do item也没有传 再往下看,test是从哪来的呢 是它的一个默认值 是它的一个默认值传过来的 我们把这个default props也去掉 把它的这些生命值起函数也去掉 OK,保存一下 然后呢,我们回过头来 这块啊,我们先暂时的用这个index做k值 后面呢,我们再改一下这个index 保存好了之后,我们到网页上刷新 这里输 A 好,它会说count rate value 我们看哪里错了呢 在这里 把这个文件先关一下 我们打开to do list to do list上级课能改的代码 我们呢,直接用了list.input.value 用了ref 这块呢,我们恢复成最原始的这个代码结构 value等于e.target.value 这样的话就OK了 保存,我们回到网页上 刷新 ABC提交 DEF提交 OK console里面不会有任何的输出 功能也是好用的 那我们呢,就拿这个to do list 给大家讲解生命周期函数 它的使用场景 之前呢,我让大家安装了一个 应该是react的开发者工具 那react的开发者工具 安装好了之后呢 大家应该和我现在显示的是一样的一个效果 会有一个红色的小钮 上面有一个小飞虫 有了擦拭后呢 我们打开控制台 在这个面板之中 我们就可以找到有一个面板 叫做react 我们点击react 可以进入到这样的一个面板之中 好了 然后大家来看 这个面板呢 有一个highlight update 这样的一个勾选框 我们把它勾选上 然后我们刷新一面啊 刷新之后呢 它会取消勾选 我们重新勾选一下 这个时候呢 我们来看啊 我在这个数框里数内容的时候 大家看每次数内容的时候 这个区块上面都会有一个框出现 这个框出现代表什么呢 代表这个组件被重新的渲染了 也就是这个组件的render函数被重新执行了 OK 那么我点击提交 这个时候啊 我有一个tudoitem这样的一个小组件 我继续在这里输入内容 大家可以看啊 当我input框里的内容发生变化的时候 副组件被渲染没有任何的问题 但是你这个子组件 tudoitem这个子组件 在副组件每次输入的时候 它也要被重新的渲染 为了证明这一点 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我们打开控制台 然后呢 我们回到我们的代码里面 在我们的tudoitem的render函数里面 写一个console.log childrender 保存 回到页面上 我们再来看 点开控制台里的这个react 然后呢 highlight我们选中 在这里呢 我们数一个abc提交 现在呢 它会有副组件 有一个tudoitem组件 好了 我们打开console控制台 来看 我在副组件里去输入内容的时候 每一次输入子组件 都要被重新的渲染 好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大家想一下 之前我讲课的时候 我说过 对于一个组件 它的render函数 什么时候会被执行 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 它的state或者profs 也就是它的数据 发生变化的时候 这个子组件会重新的渲染 那么很显然 现在我的这个子组件 接收到的profs 一直都是abc 所以数据并没有被改变 但是你可以看到 子组件依然被反复的重新渲染 这是为什么 好了 我当时还讲了 对一个组件来说 当这个组件的副组件 的render函数 重新执行的时候 副组件里面的 子组件的render函数 也会被重新的执行 好了 我们来看 当你在数矿里 输入内容的时候 谁发生变化了 to do list的这个副组件 和数据发生变化了 所以to do list的这个副组件的 render函数 就会被执行 那副组件的render函数 被执行 很显然 子组件的render函数 也会被执行 这个逻辑呢 我们说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它会带来 性能上的损耗 我们说性能损耗在哪里 我们看副组件 你imput的框里的内容 发生变化了 其实我子组件 根本就没有必要 重新的渲染 但是现在这种机制 会导致我子组件 要做很多无谓的渲染 好 我们想 怎么去做性能优化呢 其实很简单 大家来看 这个时候 我们在子组件里面 就可以运用 生命周期函数 来做性能上的优化了 to do item 大家记得 我们有一个生命周期函数 叫做 should component update 这个方法 它的意思是什么 是 当我数据 或者说 当我这个组件 需要被更新的时候 我会先询问一下 我的组件是否 要被真正的更新呢 大家看 如果我return一个 false 会怎么样 保存一下 我们回到页面小 刷新 我们说一个 abc点提交 这个时候 abc出现了 然后呢 我们打开react 然后打开 highlights update 这个功能 我在这 暂数内容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啊 你的 副组件的区域是 有这个框框出现了 表示副组件 在被更新 但是你的这个 子组件 有没有更新 没有更新 然后我们可以 打开控制台 你会发现 子组件 只被render了一次 之后 它的render 不会再执行了 那假设我再提交一个 这个时候 childrender 又被执行一次 然后 我们说在这里 再数内容的时候 childrender 只会执行这两次 一个是渲染 这个abc的时候 执行一次 一个是初次渲染 这个下面 第二条数据的时候 执行一次 当我的副组件 的数据 发生改变的时候 子组件 并不会去重新渲染了 原因就在于 子组件里面 你的short component update 这个方法 return的是 false 它的意思就是 我的子组件 被渲染一次之后 如果 子组件 需要更新 那么 我强制的要求 你不更新 这样的话 通过short component update 我们就提升了 这个子组件的性能 但是 这么去写 实际上 不是一个最优的写法 一般我们 会怎么去写呢 short component update 会接收两个参数 一个叫做 preprops 一个叫做 prestate 它指的是什么 它指的是 sorry 这里面应该是 next props 写错了 next state 这两个参数分别指的是 当我的一个组件 要被更新的时候 我的props 会被更新成什么样呢 next props 指的是 接下来我的props 会变化成什么样 next state 指的是 接下来我的state 会变化成什么样 这里呢 其实我们应该这么写 我的这个组件 从外部接收 content这样的内容 当我的content 没有发生变化的时候 组件就不需要 重新渲染 但是content如果改变了 这个组件实际上 还需要重新渲染的 那么标准的写法 应该这么去写 next props 也就是 接下来 trops里面的content 如果不等于当前 trops里面的content 那说明什么 那说明我这个组件 接收的content的值 发生了变化 你需要让这个组件 重新渲染 所以在这里 你要返回 true 否则 如果content 没有发生变化 这个时候 我返回false 我这个组件 压根就没有被 重新渲染的必要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通过 shoot component updata 这个生命究竟减函数 提升了我们 组件的性能 那它的性能 提升在哪里呢 我们可以避免 一个组件 做无谓的 render操作 那么render这个函数 重新执行呢 就意味着 react的底层 需要对这个组件 生成一份虚拟动 和之前的虚拟动 我们做比对 我们说 虽然虚拟Dom的比对 它比真实Dom的比对 性能要快得多 但是 我们能省略 这个比对过程 当然可以节约 更多的性能 那么 shoot component update 就是干这件事 才用的 好了 讲到这儿 我们回忆一下 react之中 我们已经讲了 很多关于 性能优化的点 大家还记得 我们的性能优化点 讲过什么吗 首先我们讲过 这样的方法 如果改变作用率的话 我们把作用率的修改 放在constructor里面来做 这样的话 可以保证 整个程序里面 这个函数的作用率保定 这个操作只会执行一次 而且可以避免 自己这样的一些 无被渲染 所以呢 这么去写代码 react的组件的性能 会有所提升 这是之前我们简单的 讲过的一个知识点 那后面呢 我们会继续给大家讲 为什么这样做 会提升这个react的性能 第二点呢 我们讲过 react的底层 status data 它内置了性能提升的机制 它是一个逆部的函数 可以把多次数据的改变 结合成一次来做 这样的话 降低虚拟DOM的比对频率 那么第三点 我们还讲过 react的底层 用了虚拟DOM这个概念 然后还有同层比对 还有k值这样的概念 来提升这个虚拟DOM 比对的速度 从而提升react的性能 接下来我们再说 今天我们又讲了一点 这点是什么 借助shoot component updata 这个方法 我们可以提高 react的组件的性能 因为我们可以避免 无谓的组件的 render函数的运行 好了 所以这块呢 大家可以去总结一下 react提升 淡码性能的一些点 那么这也是我们在 外面面试的时候 经常会遇到的问题 讲完了 should component update 我们再讲一些 其他生命周期函数 应用的场景 我举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 现在呢 我们回到我们的页面上 刷新 大家可以看到 我的这个 to do list的列表里 没有任何的内容 那么接下来 我想做一件事 这件事情 非常的简单 我希望啊 通过阿甲克斯 也就是通过 这个应付请求的方式 从我的一个接口上 请求一个远程的数据 然后呢 这个远程的数据里面 包含了一些 to do list里面的数据 我们可以把这个远程的数据 加载到本地 显示在页面上 好 在react之中 如果我们想发一个 阿甲克斯请求 应该怎么做呢 大家来看啊 这里我们有个constructor 这里我们有一个render render里面呢 直接就选出内容了 大家可能想 我是不是在这里 去发阿甲克斯请求啊 实际上我们不能在这里 去发阿甲克斯请求 那阿甲克斯请求 放在哪里比较合适呢 大家来看 一般来说 当我们去写react这种 或是阿甲克斯数据的时候呢 我们会把这种 阿甲克斯的请求 放在component 第一的mount 这个生命周期函数里 来去做阿甲克斯请求的发送 那有的同学可能会问 我觉得放在render函数里 很好啊 选之前 我去获取阿甲克斯数据 那么大家想 这会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实际上 这会造成一个死循环 我们假设这里写了一个 我随便写一个伪代码啊 我们阿甲克斯 获取一个数据 假设 获取完数据之后 大家来看 你要怎么做 你呢可能说 我这里获取完数据了 这样的话 我就可以定一个result 变量等于一个对象 然后呢 当你获取完了数据之后 我让这个result 等于res 这样的话 通过阿甲克斯数据 我在render函数里面 就得到了 一步请求的数据 然后呢 我渲染的时候 渲染这个URL的时候 我就可以把这个result 传给这个 get to do item 这个函数 然后来循环的 把阿甲克斯 获取的数据展示出来 这么写 好像没问题 但实际上 它是有问题的 它的问题 在哪呢 render函数 会被反复的执行 只要你在input框里 输入了一个内容 这个render函数 就会重新的执行 你就要去重新 发一次阿甲克斯请求 那么这样的话 显然是不合理的 我们说 这个页面上 阿甲克斯请求 获取一次数据就行了 但是你写在render里面 它会获取很多次数据 这是根本就不合理的 一种代码的编写方式 那么我们就会想 在react里面 哪一个生命周期函数 只会被执行一次呢 之前我们讲过一个 生命周期函数 就是我们说的 下面的这个生命周期函数 叫做componentD的mount 它只执行一次 它只执行一次 什么时候执行呢 在组件被挂载到页面上的时候 它会被执行一次 之后呢 就不会再被重新重复的执行了 所以我们把阿甲克斯的数据请求 放在这里是比较合适的 那大家会想 还有一个生命周期函数 叫做componentViewMount 这个生命周期函数 也只会被执行一次 那我把阿甲克斯请求 放在这里 可不可以 其实我们写网页的时候 把阿甲克斯请求 放在componentViewMount 这个生命周期函数里 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但是当我们去写react Native 或者呢 用react做负期端的同构 也就是更深的一些技术的时候 你发现如果你在这里面 去写这个阿甲克斯的请求 可能会和以后 更高端的一些技术 产生一些冲突 那么干脆为了避免冲突呢 我们就直接做一个约定 阿甲克斯请求 就放在componentViewMount里 它永远都不会有任何的问题 所以我们写在这儿 是最合理的 甚至有的同学会说 那我把阿甲克斯请求 放在constructor里面 可不可以呢 也可以 你放在constructor里也OK 因为constructor 也是只执行一次的函数 它在to do list 被初始化的时候会被执行 但是我还是建议大家 把这种阿甲克斯请求的获取 放在componentViewMount里来做 这是我在工作之中 一直的一个做法 它不会有任何的问题 当然呢 关于这个的讨论 业界有很多人都在纠结 到底把这个阿甲克斯 放在哪里去写呢 那我个人认为呢 其实放在componentDeedMount里 确实是最合适的一种做法 好 接着我们来说 我们在这个react的项目里 应该如何的去发一个 阿甲克斯请求呢 react本身并不像 gQuery这种框架 给我们封装了这种 阿甲克斯发送的 内置的功能 所以呢我们需要安装一些 第三方的模块来帮助我们 发送阿甲克斯这样的请求 这里我给大家介绍一个模块 这个模块的名字叫做Axies 首先呢要使用这个模块 我们要这样去做 在控制台里面 我们进入到 ToDoList这个目录 然后运行 Yarn Add Axies 回车 我们稍等 这个时候 Axies就被我们载入到 我们的项目之中了 然后呢我们重新启动一下 我们的服务器 打开我们的页面 没有任何的问题 OK 然后我们在代码里面来看一下 Axies应该如何的被使用 它的使用非常的简单 比如说我想在这个 ToDoList的首页 去发一个阿甲克斯请求 我们只需要这么写就行了 Import Axies From Axies 然后呢我们可以在下面 Component Deed Mount里面 去调用Axies里面的 Get方法 比如说我请求的地址是 API下面的 ToDoList这样的一个地址 当然这个地址 大家可以随便写啊 一旦我请求成功 我呢就答应出一个 这么去写吧 Alert S U C C 假设呢失败呢 它会调用Catch这个方法 我们去Alert Arrow 保存 然后我们回到我们的页面 刷新 大家可以看 这个时候 因为我现在根本就没有这个接口 所以你请求这个 阿甲克斯 请求的时候 它会报一个Error 但是呢我们可以打开控制台 点开Network 我们刷新一下 大家看啊 把Network我们往上拖 你可以发现 它确实的发送了一个 指向Localhost 3000 下面的API To Do List 这样的一个阿甲克斯 请求 只不过这个请求 报了一个404的错误 然后呢一旦你请求错了 我们在这呢 正好就是输出Error 那这节课呢 我们先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在React之中 如何使用生命周期函数 去做两件事情 一件事情呢 是做这个性能的优化 我们借助 Shot Component Update来做 第二件事情呢 我们来发阿甲克斯请求 然后呢 我们借助的是Axios 这个扩展工具 来进行阿甲克斯请求的发送 那么下一个节课呢 我们继续来讲 我们继续讲解 如何去模拟一个接口 然后呢 让我们的这个阿甲克斯请求 获取到接口中真正的结果 去改变页面上数据的内容 那么这节课就先讲到这里 大家加油